这么多人吗 都吃饭了吗 没吃呢 那回家吃去吧 不是 我这摊太小了 这么多人根本招待不过来 跟大伙说 就我这摊啊 也就招待那几个常客 为啥呢 因为他们天天来吃 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 平时有个书骨 他们都不挑礼 为啥 因为尊重我呀 就他们几个人 平时都没人跟我大声说话的 你喊啥玩意儿呢 干啥呀 结账 结啥账啊 告诉你们啊 今天免费不要钱 快吧 正好忘带钱了 得了 我得先添调了 哎呀 小摊是否影响 大爷 大爷我来了啊 你干啥往后藏手啊 往前走 来来来 来来 等点吃点 快点 看吧你 哎呦大爷 这啥玩意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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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吃吗 这个啊 好吃啊 这啥玩意儿啊 这啥玩意儿啊 你托我乐啥 你托我乐意儿 你不就想吃吗 这没钱呢 行了行了 今天呐 不要钱 你随便吃 我白吃 对 你白吃 现在也就没看能够 你得整点 哎呀 大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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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这咱们这几点 你已经下班了 今天接个大伙儿 去大连了 我送外卖去大连就叫大伙儿啊 我咋不去大庆呐 啊 我不去大西湾岭啊 加个大旗呐呐呐 这个意思是说 你这个送外卖 它能有啥大伙儿 我跟你说啊 今天这大伙儿大吉了 知道我送去哪吗 哪儿呢 送辽宁电视台 去辽台的 那 这是谁呢 我告诉你 这就是大伙儿的由来 我见着大腕儿了 谁呀 我一开门 那个就演小品的 个儿不高 叫潘汉林 就演那个 六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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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孔汉林 对 就是他 孔汉林一开门 太帅了 是吧 啊 跟真的一样 那就是真的呢 不是 就那意思呀 又给我五星好评 还给我小费呢 人特好 这不大伙儿嘛 提前回来收工吃饭 不是 孔汉林也点外卖啊 咋的 人家是人就不能吃外卖呗 点的啥呀 就外卖呀 点的那个什么 泵毒炒丝溜鱼片 醋溜腰子炸排骨 白肝老酒啊 放一屁 就你会 他唱上了呢 这当我也看过 是吧 收了 你给我赶紧 大爷 你没明白啥意思 啥意思呀 就是吧 过去那小品啊 你说像我们这打工的都算 包括你啊 都能记得住 是 是不是 你小时候记住啥小品了 你说 那时候都经典了 就那个 那个我印象最深 就那个 就那个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妹妹都员 唱了一首天天的歌 哎呀 鞋都踩掉了 这 这不对净脸 这记得住吧 这记得住 你没发现啥吗 现在的小品呢 记不住了 个别的啊 不都全部啊 到最后 他非要给你整个煽情 就是演得正热闹了 啊 演得特别可乐 观众正鼓掌的 啪 有打人堆 你必须出了一大姑娘 三情开始的 打个啪一出 哥 哥 哥 你在这 这是咱的家 你要是走了 咱家就没了 可是 重反正 不是 你这没吃呢 你怎么就疯了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现在的小品 你说你家都没了 演啥小品 我就这么个意思 明白吗 小品 你这 快点给我整点东西 行了 你自己过来讲 你看看你吃啥 这挺好吧 你鲁头肉什么的 种子这都是新的 自己吃 并没有话 我来点忙啊 我不跟太多 看着你的 你这肯定的 我做这个 我肚子走在大街上 我肚子走在大街上 看见这个深夜小食堂 这是我突然又想去你 我 姑娘 啥眼神啊 我不是大爷吗 大爷 我大爷都唱出了姑娘的感觉 大爷 不是你今天这个下班有人点你歌吗 嗨 别提了 没什么人点呗 这酒吧得帮人吧 不论